火烧车的车祸意外还发生在云林县 这是一辆自小客车跟货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 疑似撞破了油箱 造成两部车都起火燃烧 车祸现场出现两大团火球 消防队据报赶往抢救 小客车的王姓驾驶头部跟胸部遭到灼伤 紧急送一脊救 监视器画面中 一辆小货车行驶到十字路口时 被另外一部另一个方向过来的自小客车撞上 两车撞击后瞬间发生爆炸 起火燃烧成了两大团火球 消防局货爆后立刻派水车前往灭火 索性火是在七分钟内就扑灭 不过轿车驾驶因为车头着火 虽然自行脱困逃出但仍遭到灼伤 那自小客车的伤势是有脸部及胸部的灼伤 那有送往他在医院做医治 那自小货车的部分是三个人都是轻伤没有大碍 警方表示这起车祸是发生在土湖镇外环道 河中华路的十字路口 由于当时已经凌晨十二点多 交通号制改转为闪烁号制 自小客车到路口没有减速是造势原因之一 自小货车是行驶在干线道 那自小客车是行驶在支线道 那一路全来做判断的话 那是支线道要理向干线道先行 小客车的网性驾驶全身27%灼伤 集中在脸部和胸部 目前在医院治疗中索性伤势稳定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以及造势责任还要由警方进一步理清 结果争议云林报道